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可不可以看着注词帮我翻译一下他说什么好不好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就是直觉让你慢慢去接受看注词翻译这件事情 OK吗 好的 这个能帮我翻译一下 说中文吗 对 帮我翻成中文好不好 给朋友 好 那这叫给朋友对不对 可以好 那我如果问你说给谁呢 注意哦 给谁呢 就是我希望你帮我造成疑问句好不好 そうです 谈妻にあけますか 这样可以好 注意哦 好 那这个我再改一下 这是给朋友对不对 对吧好 那你帮我再加一个我给朋友好不好 这样ok吗?没问题吗?对不对? 那先前我们在第五课第六课甚至到第七课这边来了 我们都说过某一个动词会有一个专属住词对不对?对吧? 那百万之八十的动词的住词都是谁?还有印象吗? O 那百万之二十就不是O吗?对不对?对吧? 所以记住只要你不会的时候写谁的对机率比较高 是O对不对?对O比较对 那我给朋友比如说给朋友机会好了 机会日文你会说吗? 就是我们台词唱诗对没错好 那给我们就先简单讲给机会怎么说 我给朋友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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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发现有三个住词出现了?有没有发现到? 那这三个住词就是我要表达让你知道说 当我在讲日文的时候我住词该该怎么决定怎么用 有没有慢慢抓到它的概念了?有 可以 好,那我再问你下一句 能帮我翻成中文吗? 是从家人那里得到 对,没错 摩那一妈是本来单纯翻成得到对不对? 好 当它出现有对象力的时候 这个字会再多一个字 是从 从家人那里得到 收到 收到可以吗? 我们去翻得到 收到是你延伸出来的 OK吗? 我们先不要讲收到它就得到 我用原始的意思就是得到 OK吗? 可以齁? 你要翻成收到 我没有说有问题 只是我现在知道最原始就是得到 OK吗? 好 那我们再改一个 从家人那边得到了 车子好了 车子 嗯 嗯 家族 車 买 好 那变成过去式 刚刚的MAS MAS MAS 是未来式 所以我们要翻成 会 从家人那里得到 车子 OK吗? 现在是要说已经得到了 对对对 过去式 那我要怎么改呢? 但是我希望你再改一个 我是从家人那边得到的一部车子 我从家人那边得到的车子 怎么说? 我从家人那边得到的车子 好 那我就访问你 我变成疑问句 慧珠さん 慧珠さん 你帮我念一下日文再翻译 你帮我念一下日文再翻译 好 中文 我这就不会翻 等一下 你慢慢来 不会翻是因为你要看著词 你就会翻 这个车子 这个车子我们有说过什么意思 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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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公司做的动作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字而已 公司做的整整这个动作 给我 是的,所以中文要怎么翻呢?这句话来 那要说公司给我 对,公司给我,OK吗? 好 就这样子,那公司给我车车怎么说? 公司给我车哦? 嗯 嗯 没有,看着题目去改 看着题目去改 再注意听我刚才跟你说,然后看着题目去改 公司给我车,一样意思哦 会社会给我车车车 对,那再来一个 クレマス的本來就是叫做給我,對不對 對 他其實不需要對象你了 為什麼,因為給我已經告訴你對象是誰了 那個你哥只能是我嘛 是的,給我是我,難道給我還可以給別人嗎 沒有嘛,對不對 先稍等我一下,這邊突然有一個電話 我發個訊息給他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好,OK,來,注意齁 當クレマシタ出來,他就是給我 好,他就是給我 那給我的話,其實不需要對象你的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基本上,私に在クレマシタ裡面就可以拿掉了 好,這是我們講話的習慣性 所以公司給我車可以怎麼說呢 所以,就是說 再說一次喔 是啊 對,這樣可以理解意思嗎 可以 這樣每一個住詞可不可以理解的 好,老師,可以麻煩你再把那個ガ再講一次嗎 我不講,輪到你講給我聽 ガ對你來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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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你記 沒有沒有,慧珠你聽我說 我不是故意調戲你喔,你還記住 我不是調戲你 我自己說,我講解完之後 你的記憶力大概只有30% 甚至30%不到,這很正常 那我現在讓你講就是 剛剛我講的什麼話 我做了什麼動作 你看著它慢慢去幫我描述出來 你要自己告訴自己 對,你才會記住 來 你說那個ガ是延續後面的動作 不是延續動作 是怎樣 是怎樣 會讓這一個什麼 這一個什麼 名詞 名詞延續後面的動作 我沒有說延續 我沒有說延續 會去做後面的動作 做後面的動作 所以輪到你再告訴我一次 這ガ會有什麼樣的狀況發生 前面的名詞要做後面的動作 它會去做 OK嗎 好 那我的動作當然是看動詞對不對 對吧 但是這一個字不是只有給我而已 它還包含前面的 這樣你懂的意思嗎 包含前面 可是你不是說那個 WATASHIMI可以省略 我們不管它有沒有省略 它已經出現在這裡了 所以它是要包含到這邊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好 它可以省略我們不管它 但是它已經出現了 所以我就跟你說 它會包含到這邊來 那當然它省略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看它嘛 對不對 所以老師 這個WATASHIMI 就是可有可無 那我不是我來告訴你 我讓你去理解 剛剛為什麼它可以可有可無 你知道嗎 知道啊 因為你說那個CLEMASITA 就一定是給我嘛 嗯 所以有必要再多它嗎 沒必要 那它為什麼要寫出來 沒有什麼叫為什麼 它就是寫出來 沒有必要 但它可以出來啊 可有可無 你要記住 我是讓你理解 我不叫你去背它 我不是跟你說 它可以省略 所以它不可以出現 沒有這個意思喔 好不好 嗯 那 那我現在告訴你 為什麼有時候 我會想讓它出現 我最近幫人家做翻譯 嗯 嗯 中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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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字兩塊錢 一個字兩塊錢 一個字兩塊啦 嗯 這樣好不好 嗯 這樣十塊 沒有 這樣 這樣十塊 好 多少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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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說 賺錢的 我就知道了 因為選多點會比較多錢 謝謝 那平常講話有必要嗎 嗯 沒必要 就看你的習慣了 這樣會主動的意思嗎 不會 所以我不是故意不跟你講 因為我解釋過一次之後 你一定是有聽沒有懂 所以我要讓你自己知道說 你大概哪裡不懂 那我們在看課本的時候 我希望你可以解釋給自己聽 這樣OK嗎 好 這樣你才真的懂說 這句話為什麼 因為你原本來找我的時候 就是注釋不會 我知道 所以我會特別請你來幫我解釋助詞 但是你一定要慢慢去接收他 好不好 好 OK 慧珠謝謝你 可以齁 好 來再來 維美來維美 這一個 請你幫我翻譯一下好不好 來 嗯 抽菸對健康不好 很好 抽菸對健康不好 這個對象你 嗯 原本是不是不能先翻 是不是找動作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但是後面沒有動詞 對不對 對 所以對象你可以先翻 就是 香菸對健康不好 就這樣子 OK可以齁 好的 那我再問一下齁 這上禮拜我們都有講齁 我有沒有說過 這兩個都翻成什麼 嗯 一個是借進了 一個是借出去 沒有 兩個我都跟你說叫做借 兩個都 就是一個是 一個是 一個是 借給 哥哥 一個是 跟妹妹借 沒有 全錯掉了 你在聽我講 都 你都講錯了齁 你都講錯了齁 所以我才跟你講 一開始都是翻借 你就不會混亂 OK吧 都是借齁 都是借齁 那 下面這一個 怎麼借你知道嗎 貸出去了 對不對 對 死出去嘛 對不對 對 來 所以 妹妹借出去了 怎麼翻譯 怎麼翻譯 嗯 借給 借妹妹 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 是不是借妹妹 對 所以你不要強迫自己 怎麼借出去借進來 你很容易混亂 這樣懂意思嗎 維美好 我叫你不要簡單的同事 這樣可以齁 好的 那才是不是借給妹妹 是不是OK了 當然你翻譯 借出去給妹妹 也可以啦 對不對 嗯 好 那上面一定不是借給妹妹 欸 借給哥哥嘛 他就變成什麼 哥哥借給 不對不對 跟哥哥借 對 對相音一定不能先翻 後面有動詞 絕對不能先翻 所以 看到對相音出來的時候 就會多了一個字 叫做 跟 有沒有 哥哥借 所以買了跟買了 我永遠都翻成借 有沒有 嗯 嗯 這樣懂意思了嗎 懂 所以我也為什麼要跟你說 不要翻什麼借出去跟借進來 當然你能理解 是最棒的 通常都很難辦到 這樣OK嗎 好 那我們再延伸出去喔 來 我跟哥哥借 車子好了 我跟哥哥借 在下方 好 好 這個要翻成 我會跟哥哥借車 我會 因為有什麼 對 那如果是過去式的話呢 中文怎麽翻譯? 我跟哥哥借車 借了嗎? 借了 對 借了 這樣OK齁 我跟哥哥借車 這樣可以齁 好 沒問題齁 來 那我借錢給妹妹怎麽說 喔 我跟妹妹借錢怎麽說 我借錢給妹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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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錢給妹妹 OK嗎? 可以齁 所以能理解了之後呢 那我要怎麽熟悉你知道嗎? 要去現場講才會 好 要 要 在現場講喔 假設妹妹今天跟我去沖繩假設 我就可能給一個任務 你去跟櫃台說 你有跟早上櫃台的人員借了 借了吹風機 那我現在要還他 吹風機我不會講 沒關係 我會教你 那我就叫 你要把話描述出來 你看一下齁 你要去跟櫃台說 我早上有跟櫃台人員借了吹風機 所以 所以我要還 我要還 你看齁 早上我跟櫃台人員借了 當然不能借錢嗎? 他不會借我錢嗎?對不對 借了吹風機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要還 現在我要還好了 所以這個簡單日文很簡單 好來 吹風機不會對不對? 借了會了嘛對不對? 櫃台人員會不會? 嗯 嗯 嗯 啊 啊 沒有 我們一個個來 櫃台人員怎麼說? 嗯 嗯 服務人員可以嗎? 沙比斯 不對欸 沙比斯桑那都亂不說的 哈哈哈哈 我現在跟你說 我原本很棒就是 你會創詞 這個在我這邊我認為很棒 但是創詞會搞笑 創詞會搞笑 代表你有表達能力 好 沙比斯桑 沒有這個詞 但你創出來很好玩 那他們可能會笑 什麼叫沙比斯桑 好 為什麼齁 因為沙比斯叫做免 不是不是不是 日文的沙比斯齁 有兩種 一種叫做服務 一種叫做免費 啊因為沙比斯桑這個詞 沒有人聽過 可能會有免費的人員 喔對齁 欸 好 那我跟你說齁 表示我很久沒講的 沒有沒有 這很正常 但是你會創到一個形詞 這非常棒 我先告訴你 櫃台人員是從櫃台來的 5K字K 好 OK 好 好 那等一下齁 那現在吹風機對不對 我們叫做ドライヤ ドライ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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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Dryder 我們英文是Dryer Dry Dry 等一下齁 Dry Dry 吹乾淨的那個人 這個就是吹風機 OK嗎 吹風機 ドライヤ 可以齁 好 來 那怎麼翻譯來 嗯 朝 私 我 受付 你 ドライヤ を 買 買 好 現在我要還 來 那有沒有哪個字 你不會 今 今 今 我 今 今 今 我 這更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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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不管哪個都很好笑 他說 早上我跟櫃台人借的春風機 上面講都對了 然後你這支文是 現在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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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借 現在我跟你借了 這句話他少了一個對象你 沒有對象你對不對 因為 呃 對象你不見的時候就是指對方 好 這件事 對象你不見就是 先生 那就是 也要寫出來就對了 其實都不對 重點是 還這個字你不會 嗯 還怎麼會是見呢 對吧 等下先不要再想 不要再換想 不要再換想 好 所以不管 喔 還他不是卡利也不是卡西 都不對 叫做 等一下慢慢來 叫做 開 不是不是 慢慢來 你不要猜 你不要猜 越猜越亂 開 開 就是這樣 開 開 來 所以你要說 現在我要還怎麼說 不是不是不是 開 來 再講一次 現在我要還 嗯 現在 我 現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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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用講了 我 我 可以不要講了 就 就 就 可以 可以 記得 唯美你的日文單字是夠的 但是你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因為沒有常在用 對不對 然後你的日文 對 我懂 你的日文不會講錯 就是你日文文法沒有錯 但講出來沒有人聽得懂 有 有點像什麼 你知道嗎 我以前曾經有這麼一段時間很羨慕日本的瘋子 所以瘋子就是 他 他神經有問題 可是神經有問題 日文比我還好 我好羨慕他 當年我有一陣子這麼羨慕我 為什麼神經病日文怎麼那麼厲害啊 啊 我們每天念書怎麼那麼糟糕啊 你懂我意思嗎 嗯 好 現在唯美的能力就是有點像我羨慕的那個神經病一樣 你的表達能力是有的 但是 牛頭不對麻醉 所以你的程度不低 你的程度很高喔 你的日文程度很高喔 所以你現在知道 把知道說 你在講什麼你要懂 然後用在適當的地方 你日文是進步非常快的 OK 好 這件事齁 我當年有羨慕過這樣的瘋子 因為他日文程度很棒 可是不懂他講什麼 一種感覺很美 你知道嗎 我們家以前宿舍附近有一個瘋子 都會到處罵人 然後我就在那邊看說 哇 日文真六 怎麼那麼六啊 然後我跟同學說 我超羨慕那個瘋子 為什麼 他日文好棒喔 然後我同學在那邊笑你知道嗎 那我的邏輯是 他腦筋不正常 可是他日文卻講得很棒 只不過他講錯位置而已 但是如果要當這種神經病 日文程度如果不夠好還不行喔 那現在唯美的狀況很像 這個當初我羨慕的這個人 你的單字都會 只是講錯地方 所以再簡單的說 只要你懂你在講什麼 放到適當的位置 你日文是很棒的喔 所以你要先知道說 那要請老師 跟老師多多學習啊 沒有沒有 我跟你說齁 你要多看電視會更有用 嗯 有 但是要多看 還有看好玩的啦 介紹什麼之類的 那個會比較有幫助 OK嗎 嗯 OK 謝謝你 OK 好的 謝謝老師 我們再往下看 來 那我問一下 來 林慧啦 林慧在嗎 是 好來 幫我念一下日文 再幫我翻譯好嗎 好 中文 看著著詞幫我翻譯一下好 麻煩你 嗯 我得 欸 得就已經錯掉了喔 得一定是錯掉 我是對的 得是錯的 我給 嗯 雙親 生活費 嗯 這樣才是對的 怎麼說得會錯的 這裡明明是哇 他不是NO 所以你不能我的父母 那代表你不看著詞 要注意喔 哇 永遠要先翻 順著過來 是不是輪到對象尼 對不對 對象尼要找動作 好 所以是要看 後面這個動詞 對不對 所以那個動詞 是不是對著他做動作 所以他做 這個 對象是誰 是不是父母 然後你要注意喔 MAS是未來是 加個要跟會 所以你會再一次來 嗯 嗯 中文嗎 對中文 中文 英文也OK啦 哈哈哈哈 對啊 我 我 我 會 給 父母 生活費 好 那我們把詞改成疑問句喔 OK齁 這句話叫我會給父母生活費 對那你幫我改一個文句 你會給誰生活費 日文怎麼說 嗯 不是 聽清楚我的問題喔 等一下 先聽清楚我的問題喔 你會 不是不是 先聽我講 你會給誰生活費的日文怎麼說 你會給誰生活費 等一下 等一下 來 換另一個方式 你幫我講的中文再講一次好不好 好 你會給誰生活費 再一次 你會給誰生活費 這樣懂我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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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可以喔 好 那我再給你一個idea 我再給你一個想法喔 先前我有說過 我們講日文的時候 按照一個邏輯方式 你日文就會講得很輕鬆 很自然 第一個先講時間 對不對 嗯哼 第二個 給助詞 對不對 再來針對對像 再來動作 有沒有印象我給你們一個這個順序 有 有 那時間的助詞 我們放什麼 你 時間呢 主詞 主詞呢 我 我 對象呢 對象 你 對象呢 是的 那動作的助詞 可能是O或O以外的東西 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你心目中在講日文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說 這個保持這個原則 再講一次喔 時間先來 門到主詞 對象 再來動作 你會給誰生活費 沒有時間 但有主詞 有對象 還有動作 按照這個順序來 你日文就會講得很棒 再講一次來 你會給誰生活費 好 那我讓這個句子再延伸喔 你會給父母多少生活費 所以我想講齁 你會給父母多少生活費 所以你是主角對不對 對 嗯哼 那父母是不是對象 對 那我的動作叫做 動作的中文是什麼 你是主角 然後父母是對象 對 那動作是什麼 多少 不是 不是 多少 還不是動作 生活費 給多少生活費 就是我的動作 給多少生活費 懂我意思嗎 嗯哼 因為這樣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嗯哼哼 好 我讓你先沈澱一下 所以我再問你一次喔 你會給父母多少生活費 主角是誰 嗯 那對象呢 父母 那動作是什麼 給多少生活費 是的 這樣字文幫我翻譯一下 來 嗯 あなたは 嗯 留心に 等一下 好 給多少生活費 嗯 給多少 要怎麼講 很簡單 給是不是あげます 注意看 注意看左下角這邊齁 給是不是あげます 對不對 對 生活費會了嗎 會會會 好 那多少日文怎麼說 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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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碼曲叫做英文 那 是的 是的 那多少 注意聽喔 我讓你用日中文去理解日文 注意喔 用中文去理解日文 好現在我要表達給你聽到了齁 所以 多少 的生活費 日文怎麼說 嗯 嗯 嗯 多少 的 不對 多少 的生活費 嗯 多少 的 的的話應該是 喔 不是喔 是 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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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不可以懂我再表達意思給你 喔 對對對 你會再講一次齁 我現在教你用中文思考是你在不會時候再這樣思考 你會的時候單純用日文是可以的 OK嗎 嗯 記住喔 多少的生活費叫做幾乎的生活費 就這麼簡單 喔 這樣懂意思了嗎 OK 好 那我們再練習一次齁 其他同學會是帶著聯繪 是讓各位去轉腦筋齁 再講一次齁 我們講日文的時候 第一個先講時間對不對 時間 主持 主持 是不是哇 再來是誰 對象對不對 對象你 再來是動作對不對 對 好 再來 你給父母 好 注意喔 我要再增加了齁 等下我講完中文的時候 請再重複我剛才講的中文齁 每個月你給父母多少的生活費呢 來我剛才講的什麼中文 每個月你給父母多少生活費呢 對 好來自文 來自文 來自 嗯哼 你有沒有發現意思齁 幾乎生活費跟幾乎生活費有差別嗎 有有有 只差一個NO而已 但有那麼重要嗎 有 沒有 沒有 沒有喔 幾乎NO 這個NO 加不加都無所謂 我加是 你注意看我的中文齁 多少生活費跟多少的生活費 是不是沒有關係 嗯 多少生活費好像比較白話對不對 都有你決定 都有你決定 沒有什麼喔 嗯哼 因為你會講中文 對 你的講法跟我的講法不會是一樣的 所以我讓你很有彈性 那我兩種方式都解釋給你聽 讓你看 懂意思嗎 嗯哼 那不管怎麼樣 它是用中文去導入的 OK嗎 OK 所以多少的生活費 對吧 對 多少的早餐會不會用呢 會 好 多少的午餐 多少的預算 這樣會不會用呢 會 會 它其實延伸就是用中文去思考的 因為我以前在日本了解說 我到底要怎麼講 這個講法才是對的 就像剛剛 唯美博士創了一個 Service Sang 對不對 嗯哼 當年我也是在日本同樣犯這個錯 但是我不讓錯 這叫創造力 我創造很多不可思議的字出來 同學們在那邊笑 你知道嗎 可是我覺得 我不知道日本的規矩啊 我只要按照我的邏矩去看 對不對 後面我 發現一點 原來我要從中文去翻的時候 就可以翻成日文了 嗯 櫃檯人員跟服務人員嘛 對不對 那一般都講櫃檯人員 不會講服務人員 對 所以我的什麼Service Sang 就不會講 我會被5K、4K Sang 就比較簡單了 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幫你腦筋幫你打開一點 是不要這麼專注在一個角 我們好多種方向去看它 這樣OK嗎 嗯 那你一定要去做這個原則 因為我們第七課就要叫主角對象 這個你在弄懂 主角是誰 對象是誰 主角可以被省略 對象也可以被省略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以好 最後一個 第八題來 幫 唉 第八題齁 我把作詞框給你齁 嗯 嗯 好 我讓你看個二十秒以下 我順便去倒個水 你慢慢去看它 所有的住詞 慢慢去看它 我就是讓你先理解說 我剛才跟你講的 你在看住詞的時候 你就會很有感覺 好 我現在整個醉 等我一下齁 好 來 你會OK了嗎 嗯哼 好來 第八題幫我翻一下 來 嗯 頭六 是要先唸對不對 沒有關係 中文給我就好了 你已經會唸了 我要的是中文解釋 頭六是那個 同業對不對 同僚啊 同僚是什麼 同僚 就是同事啊 對象你不能先翻對不對 對 是不是要看後面這個字 我不要日文 我要中文 嗯 訂單喔 不是啦 是啊 是什麼 你剛才講這個字啊 我跟你說我不要日文 我要中文啊 這個怎麼是訂單呢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你不認識他 真的假的 我們剛剛一直在解釋這個啊 從一開始到現在 這叫得到啊 不對齁 嗯 糟糕 嗯 沒關係 得到 對 好 所以怎麼辦 同事得到 課 課 這就錯掉了 這樣錯掉了 來注意齁 對象你我剛才跟你說 不能先翻對不對 對 是不是要去找動詞 好 是不是找到了 嗯 這個動詞會對他產生動作 對不對 對 對這個對象嘛 所以記住喔 得到如果當出現對象你的時候 要加一個 蟲 嗯 這個你一定要複習齁 這是上禮拜講過的 我現在講你完全沒有印象 代表你根本沒有複習 好 那 另外我先跟你說 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每個人都很忙 我知道 我要教你是讀書的技巧就是 注意聽喔 今天講完 你明天一定要看 你不看你的腦筋 有一種就是快速記憶 這個記憶是純面在右腦 右邊腦筋裡面 右邊腦筋是印象 好像有印象 可是印象只會從後8到10個小時 所以你只要過這個時間 你在看你完全忘記了 你要自己讀書了 所以要讓這個印象加深的時候 必須在你還印有印象的時候 趕快去看這個東西 你看5分鐘就可以想起來了 但你如果都沒看 你今天在哪 你基本上是沒印象 我要再給你重講一次 你也會聽得很辛苦 那這個地方可以用到說 假設 你今天假設了齁 你如果要讓自己讀書很有效率 不要向別人讀很久對不對 你必須讓我教完你的當天 或隔天的中午左右 一定要看 最晚明天晚上一定要看 不然你就全忘光了 這是讀書技巧 這個 如果你能夠懂的話 我如果當年懂的話 我讀書可能不會用你最後一名 我以前從國中到專科 我都最後一名 那我拿第一名 我只拿兩種名字 最後一名跟全班第一名 我只拿這兩種 那我的第一名 都是聯考那一年才拿到的 因為我花三個月 把人家兩年半的書全讀完 我就用這種方式 他們看到我還在玩 可是我玩的時候 是讀完書的時候去玩 然後我就趕快回去看書了 所以我記憶很清楚 我大概看兩遍三遍 我就不會忘記了 那我現在把這技巧交給你 OK嗎 OK 所以齁 為什麼要讀書 讀書為什麼要複習 我先告訴你原因 因為要讓右腦這個記憶更清楚 左腦是管記憶的 記憶會忘記 可是想像不會忘記 OK嗎 好 再回到這邊 當你看到摩那一媽死有對象 你的時候 請你再放一個蟲 好不好 所以怎麼翻譯來 我的 我的同事從 顧客那裡得到訂單 這個就是我要的 這樣OK嗎 OK 好再來一個來 第九題怎麼翻譯 來 不要去念日文 不要念日文 嗯 媽媽你已經知道了 所以不要念它 我從 沒有我從 來嘎先翻 我是對象 你隨緣一定沒有我從 所以媽媽 你親從我 沒有從 你注意看注意看 你要慢慢靜下心來看 不要急 媽媽是主角 嗯哼 這嘎是幹嘛用的 嘎是要 呃 後面的動作 要 要 會做後面的動作 好 你等一下齁 林慧你等一下 慧珠 慧珠你幫我幫我跟 那個 林慧解釋這個嘎是做什麼用的 可以嗎 慧珠在嗎 在 好來慧珠你幫我解釋一下 來 嘎就是 前面的名詞 要做 後面 這個動作 嗯 他會做 要做跟會做可以 好 會做 所以 那個慧珠 你這樣講自己解釋給自己聽 又講給林慧聽 有沒有比較懂這個該是幹嘛用的 有 有齁 我告訴兩位齁 這個是一種技巧 什麼技巧 呃 我以前去當 呃 去實習那個所謂日文教師的時候 教授教我們問我們一件事 你知道為什麼老師可以當老師嗎 他這樣問我們 我沒辦法回答他 為什麼老師用你不會忘記 兩位有沒有這麼覺得 為什麼老師不會忘記 學生老師忘記 你問你會不會這樣覺得 老師有一直在教 好 我跟你說 對老師在教 呃我們教授跟我們講說 教書的人啊 記憶力是你的三倍 被教的人只有三分之一的記憶力 也就是當我們在跟人家解釋的時候 我腦筋是在轉的 當你在聽的時候你是發胎這樣子 嗯 所以你被聽不進去 那我讓慧珠來跟你解釋的時候 慧珠腦筋在轉 所以他的記憶力會比你好三倍 所以如果我現在跟您會解釋完 等下還有同學不會說 我就輪到你解釋了 呵呵 這樣子你的反應就會很棒 OK嗎 嗯嗯嗯 好那不是說 我請另外一個同學去跟你講 你好我覺得好典型 我不會 對不是這個意思 我讓你體驗 教人家的時候 你的反應跟記憶力是三倍 三倍以上喔 嗯嗯嗯 好另外一張可以齁 好謝謝你 好慧珠謝謝你 OK 所以來 來你會第九題再幫我翻譯一下 好嗎 我的母親給我 BMW 把我的拿掉 因為他們有我的 這就是我媽媽而已 母親給我 BMW 好可以齁 這樣看得懂齁 好來第十題怎麼翻譯呢 嗯 你這樣看完 你要先把住詞框出來 你不能馬上就翻齁 看住詞再翻 來 上週我向哥哥借一百萬元 上週我向拿掉 因為沒有我向這個字在上面 所以把我向拿掉 上週跟哥哥 對 上週跟哥哥借一百萬元 你這樣懂住詞的存在 用在用在哪裡 懂意思了嗎 OK 可以懂意思了齁 OK齁 好謝謝你 OK好的 好來 Wendy Wendy到這邊可不可以理解 Wendy 配文我今天就不問你齁 你感冒我就不問你了齁 好 Wendy到這邊可以嗎 應該吧 應該齁 哈哈哈哈 好來幫我翻一下 來 第一題 恩 借 朋友錢 慢慢看 慢慢看 借跟 朋友 為什麼你會有錢呢 這裡沒有錢出現 哈哈哈哈 我剛剛講完一次也覺得很好笑 對嘛沒錯吧 慢慢看慢慢看來 借出去 借朋友 借朋友 借朋友齁 或借給朋友對不對 對嗎齁 OK 那下面這個呢 對 朋友借我 喔對錯掉了 朋友不會去做動作 朋友是對象 所以朋友不是嘎 不行 呃 這個會對他做動作啊 借朋友 朋友借 借朋友 哈哈哈哈 那這個那這個也是借朋友 有朋友借不都一模一樣嗎 這不會很奇怪嗎 呵呵呵呵 呵呵呵 來 來來來來來 試出去 所以是什麼意思 寫出去 但我現在話 中文不知道怎麼講 來 對我就知道你中文不會 你日文懂了對不對 對 真的你會發現喔 我剛剛講說你們日文其實很棒 這中文很糟糕 你們聽到 這中文提到我講那句話的真諦了嗎 真的有 好 我現在跟你說喔 這叫做 借給朋友啦 對 那下面這個叫什麼 跟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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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跟朋友借 你要記住 你是對象你 他不會做動作 一定 朋友一定不會去做這個借的動作 OK嗎 OK 這樣可以齁 好 那這邊我要讓你練習是說 疑問句怎麼照 來 借給誰 日文怎麼說 借給誰 嗯 誰に貸しますか 來跟誰借 喔 不是 借給誰 欸 跟誰借 sorry 跟誰借來 誰に貸しますか 這樣OK嗎 應該吧 可以齁 可以齁 好 來 這個你要去跟人家講話才會懂 講真的 我們在練習百次 你只是 還是 蒙蒙糊糊的 但至少文章看得懂 來 快速幫我翻一下 就看三個住址就好了 來 我 借 給 高中的 朋友 嗯 那個是什麼東西啊 我最愛的車子啊 那這樣不行 來 我去日本的時候 我打 馬達拉比嗎 這樣我跟你說你這樣不行 你這樣不懂我不行 我現在去 9月份齁 5月9日我打算去日本 我打算去日本齁 我打算去日本齁 我想玩一個遊戲 我會開直播 那在開直播的時候 我會讓你看到 現場的outlet有多便宜 齁 一個cucci的包包 只要台幣一千多塊 啊 我以前是不幫人家帶貨的齁 我會在現場說來 CAPI老師最喜歡什麼車 答得出來的時候 我馬上幫你 幫你帶貨 包包回去給你 然後沒有加價錢的 一千塊來 要人趕快回答 然後匯款我馬上買 快點坐 我 你回答不出來 你就沒有這機會 你懂的意思嗎 哈哈哈哈 來 Cucci一個包包一千塊 你要不要 哈哈哈哈 我知道 來 Nike一雙鞋子 日幣 台幣只要900塊 你要不要 我怎麼沒有聽我朋友說有這件事 他在東京住那麼久都沒講過 那我跟妳講 他就是從頭到尾都窩在家裡不出去的宅男跟宅女 我沒有跟妳講這件事嗎 沒有嗎 來來來來 有阿 老師有說 有嗎 有嗎 我記得有阿 來來來來 我記得我有耶 我上禮拜有講 等一下喔 有講過阿 只是 我只是想說我東京的以前那個朋友 什麼都沒有特別講 等一下喔 我記得我有肯定該誰阿 我有跟你們講阿 這雙鞋子499耶 日幣喔 這雙台幣賣3500耶 兩個幾乎長得一模一樣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對啊 有沒有 但你就要回答我 Cavin老師最喜歡什麼車 阿我們不能讓阿貓奧鬼混著進來阿 他們不知道Cavin老師喜歡什麼車 你知道 沒有上過課不知道對不對 阿你要回答我阿 你要知道我最喜歡什麼車 你沒有老師最喜歡Toyota 不是我最喜歡馬沙拉蒂好不好 對不對 你要知道講得出來阿 你看這個啦 有沒有看到 三者餒 三者你要不要 你如果不能回答我 最喜歡馬沙拉蒂那你就不行了喔 現場說一筆阿 馬上匯款阿 有沒有 我跟文綺說 我有一個原則 我出國回來台灣 絕對不幫人家買東西 這是因為有一個壞經驗 所以我打死了我願意 那 這是5月8號去 我願意破個例喔 而且會故意帶兩箱 大卡箱出去喔 呃 包包十個我可以幫你們拿 皮夾啦 不是包包十個喔 然後看一個多少一千塊 馬上看一千塊一千塊一千塊 快點匯錢給我 來回答我 我 前一陣子休息幾個禮拜 沒上課來回答我 三個禮拜 欸對 那也對沒錯嘛 代表你們是有上課 中前之後我休三個禮拜嘛 對不對 那來混阿媽媽可會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喔 那刷一筆刷一筆有沒有 好啦開玩笑齁 但是這件事余璇真的會這樣做 好來 第四題快速的幫我翻譯來 大學的女朋友 好來對象你不要翻來 嗯 借 對象你不用翻 嗯 對象你要先去找後面的動詞嘛 對不對 對 借我Toyota的車 這樣看得懂了嗎 看得懂 好來再來第五題來 快速齁快速來 我 嗯 借媽媽一千萬 對啦 好來第六題來 同事借我一千萬 這樣OK了嗎 OK 是不是看得懂了 嗯 對就是我希望你看得懂了 那後面呢 我會更希望你們可以做進階一步 就是做疑問句 比如說 我借誰一千萬日文怎麼說 我借誰一千萬 嗯 我打是我打雷你 很好然後呢 我借誰一千萬 我借誰一千萬 把話講完 一千萬 我打是我打雷你一千萬 我借誰一千萬 好 我借誰一千萬 OK吧齁 OK吧齁 其實這個應該是我跟誰借 我跟誰借一千萬對不對 好 那我跟媽媽借多少錢怎麼說 我跟媽媽借多少錢 我跟媽媽借多少錢 嗯 嗯 多少錢 呃 嗯 對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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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啊 嗯 是嗎 對 買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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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 嗯 概念就是這樣子而已 OK嗎 OK 你看得懂之後 要反推回去這種疑問句 那你要能夠流暢 其實真的要多練習 但是很可惜 我們沒有那個機會對不對 沒有那個對象嘛對不對 所以 嗯 我希望你們去看電視或電視劇 原因就在這裡 嗯 這樣OK了嗎 OK 可以齁 好OK 謝謝問題 好的 好來 再接下來往下走齁 我先問一下慧珠來 慧珠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啊 學習 好 那這一個呢 教 嗯 或者是告訴 好 教別人 他就是教而已 沒有別人就是教 這樣可以齁 對 沒有教別人 他就是教喔 一旦教別人的話 就會好像覺得不可以教自己 沒有這回事齁齁 那我再問你這個字齁 怕你會混亂 我就把你分開心 無論齁 來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讀書 對這叫做讀書 這叫做學習 兩個不一樣喔 好不好 嗯 好可以齁 好來 不要幫我唸 先幫我翻譯來 看著著詞幫我翻一下 來吧 這個 不對 錯掉了 你不看著詞 一開口就是錯 看著詞再翻 不要念日文 對日文沒有幫助 記住喔 你現在在翻譯 唸出來沒有意義 嗯 好來 像哥哥學習 嗯 對 這樣懂意思了嗎 嗯 或者是跟哥哥學習 可不可以 可以 蘭拉伊媽斯 出現對象的時候 就會有跟出現了 OK可以齁 好 第八句下面這怎麼翻 跟哥哥 這樣懂意思了嗎 嗯 看得懂齁 好 好 來 上面這一句話 幫我翻譯一下吧 好 跟哥哥學習 Tennis 好 來 跟誰學Tennis 幫我翻譯一下 來 講日文喔 是的 這樣OK嗎 可以齁 好 再來 來 跟哥哥學什麼 跟哥哥學什麼 嗯 好 好 好 這樣可以嗎 老師不可以把那個 那你喔 放來選唸 不行 因為我現在沒有讓你這麼做 我現在幫你格式定在這裡 你就用這種方式做 好 我沒有說你錯 但我沒有教你那個模式 你先不要去用它 好 好 那我現在訪問你 為什麼你想把那你放在前面呢 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我想說 那你喔 嗯 然後呢 然後呢 那你喔 那你三你拿馬卡 為什麼你想這樣子用呢 我沒有說錯喔 我沒有說錯 我只問你為什麼 為什麼 嗯 啊 不知道捏 因為 像哥哥學習什麼啊 像哥哥學習什麼 跟你這樣子用 有任何的原因嗎 嗯 我也不知道 好 那我要把你也不知道把它明確喔 齁 慧珠我跟你說 這句話沒有錯 這是對的 嗯 可是你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子講 所以這句話對你來說不適用喔 嗯 我剛剛不是給你一個概念嗎 講日文時候先怎麼翻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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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習 動 對象動作 是的 你保持這個原則 你就絕對不會錯 嗯 這個我沒有教過你 那也許是你以前 或在別的地方看過 這個OK 沒有問題 但我是問你 為什麼要這樣用 你如果能夠解釋 那就沒問題 你解釋不了 就不要用它 是不是 英文 是這樣 我不知道耶 你不要問我 就問你自己而已 你有辦法解釋嗎 嗯 沒有辦法解釋 所以就不要用它喔 好不好 嗯 當你不熟悉不理解的時候 不要用它 呃 這是我一個堅持就是 不會的 我不敢碰 我也不要碰 我用我最擅長的 我的就是最強的 你懂意思嗎 嗯 比如說 我解釋一下齁 呃 我語文 我英文我很棒 但我數學很糟糕 自然很爛 那我要去跟人家比的時候 我要拿數學跟自然跟人家比嗎 不行 我一定拿英文打死它 好 這是我覺得 這樣才讓我優越感 那你現在用著你不會的文法去表達的時候 你是會有心虛 那 這樣你日文會講得很沒有自信 但是如果我教你的這一個東西 你覺得不錯 你也可以理解 那你就多用它 這樣就可以培養你自信 等到你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就會來告訴你 為什麼這個可以 先要有一個最棒的武器 是你最喜歡也最熟悉的 等到你熟悉之後 我們再來學第二種 好 這樣OK嗎 OK 所以齁 我沒有說你剛才講這是錯的 但是 我沒有教過你就先不要用 而且你又不熟悉 也沒辦法解釋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可以齁 好 這樣概念可以理解了對不對 好 OK 好 謝謝你喔 謝謝 謝謝老師 好 來 唯美來第九題幫我翻譯一下好嗎 來 快速的齁 快速的齁 第九題 妹妹 來 等一下齁 等一下齁 來 這個叫做Aigo Aigo 你剛才說的Aiga是什麼你知道嗎 電影 沒有啊 看錯了 我唸錯了 唯美 你的日文很棒 但是就是我剛才說的 這是一個 我不是罵你喔 我很羨慕那個瘋子日文很棒 你就是這種狀況 你要記住 你要把你說什麼弄清楚 你日文就變得很厲害囉 對啊 就是還沒有看清楚就唸了 沒關係沒關係 好來 那中文怎麼翻譯 妹妹 跟姐姐學習英文 好 那我要反問你喔 那個 妹妹跟誰學英文呢 來幫我唸一下日文怎麼改 妹妹跟誰學英文呢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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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跟姊姊學什麼呢 妹妹跟姐姐學什麼呢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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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齁 好的 老師那個嘎是向上揚嗎 那你覺得呢 是向上還是向下 我們先看你的感覺你覺得呢 因為我自己都會常常都是往下 好 但是有些事應該是往上 好我們這樣說一問句一定是往上 可以嗎 上 OK 你知道嗎 你懂嗎 你吃了嗎 你去了嗎 OK嗎 這是我們中文的概念 不是日文喔 這是我們中文的 OK嗎 好 好來 那第十題來 看住詞幫我翻譯 不用念日文 先不要念日文 我需要你直接幫我翻 但看著住詞幫我翻 來 嗯 哥哥教弟弟學校的事 好 那教是怪怪的 不是教 告訴弟弟 喔 告訴弟弟 學校的事 日文麻煩你 嗯 好 好 那來 弟弟 呃 聞きました 教了 教了弟弟什麼事情 OK嗎 嗯 OK 可以齁 你剛剛突然講的 聞きました 這叫做 問或者是聽 這個 對 這叫問或者是聽 OK 好 威美 威美 你是不是很想要讓日文能夠快速進步 對不對 對 好 那我跟你講喔 這是原本我的最原始的計畫 我暑假是想在日本直接住兩個月 原本 原本 但我們家的太座不同意 哈哈哈哈 我本來是要去日本住兩個月 喔 因為我就想讓我女兒直接在當地跟日本的小孩子玩 喔 這是我原始的計畫 那我覺得 我覺得 讀書其實沒有用 真的讀書沒有用 尤其是念 國小國中跟高中大學都沒有用 為什麼 在學校學東西 出的時候也沒有用到 是沒有用的 比如說高中 比如說高中學的英文系 大學學的英文系 結果跑去賣保險 有用嗎 嗯 沒有用 沒有用 那 像我們以前在文化大學 推廣教育部在接受日文 日文教師的那個證照時候 有幾個日文也很棒的 其中一個很可惜 跑去做保險 啊他從來開籍來學 當日文老師呢 你不覺得你奇怪嗎 好 所以這種事情在我心中 其實我一直覺得很莫名其妙 但是台灣的教育 所以我會覺得 我小孩子在學校讀書讀不好 那沒問題 因為那沒好 你知道喔 甚至如果可以 我讓我女兒 國中畢業之後 就不給他念書了 但是好像不行喔 現在好像是12年國教對不對 如果可以 9年國教我就反正斷掉了 我讓他到現場來跟我教日文 那我相信他在國中畢業之後 在我跟我在一起教日文 4年之後 他會比台大畢業的日文系學生 還要會教日文 我可以保證 好 那題外話 那我已經說 為什麼我要帶他去日本 就是讓他在生 當地生活直接去那個 假設啦 對 去體會 是的 那我已經說喔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我一樣 直接說走就走 因為我的工作關係是可以的 不是每個人 那我的折衷法案就是 你們一定要在家裡多多看電視 因為我在日本也在看電視 所以在台灣看電視 跟日本看電視是一樣的 但不同的是我看的是日本的電視 所以我有一些跟大家同學說 你們一定要去多看日本的電視節目 原因就在這裡 你沒辦法跟我一樣隨時去日本 或者帶日本兩個一步回來 很難 那因為我算特例 但是我也可以告訴你 我在日本做什麼 就是去跟他們聊天 那去看電視 去學這些話 好 這樣維美知道懂我意思嗎 嗯 知道 假設維美真的有機會去日本玩 不然孤敢是跟我 或是自己去 記住喔 去到那邊 盡量的用日文去跟人家溝通 那不要因為 我會呢 對 這個是最棒 那就多去講 但是我就是沒有辦法住很多天 沒關係 不是沒關係啦 我就說 在允許的時間之內 你懂我意思嗎 對啊 我知道 在允許的時間之內 那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反覆去做 這個是很棒的事情 OK嗎 OK 再分享維美跟同學一件事情 我在大概四年前還在三峽北大教書的時候 有一個高中的體育老師來跟我學日文 他跟我講一件事 我才發現原來是這樣子 他說他在夏天的時候 每個禮拜去充神 充浪 一個高中的體育老師 他不是很有錢喔 他跟我說他每個禮拜去充神 充浪 我說你怎麼那麼多錢的時間 他說其實有訣竅的 因為 只要禮拜日飛 充神 好像來回 來回 來回這樣子機票 好像三千多塊而已 三千多塊 很便宜喔 很便宜喔 三千多塊 他怎麼做 他就是禮拜日飛 然後禮拜一或禮拜二回來 因為他的課是禮拜一下午才上課 所以他只要暑假 夏天一到 他就每個禮拜飛日本 當然 三四十二 一個月花一萬二 那這一萬二會很貴嗎 其實他的薪水其實可以負擔得起的 他說我也只有玩暑假 玩夏天這三個月而已 所以他可不可以玩的 要去住哪裡 他可能就住一般的小民宿 那民宿很便宜阿 一個晚上才兩千多塊日幣 三千多塊日幣而已阿 有暗錢嗎 安全的安全的 這OK的阿 喔 那我可以去沃吉拉瓦這樣做 對 所以我才說齁 他跟我講我才知道原來有這樣子 是我們不懂而已 那所以 我才 我都沒有想到說去沃吉拉瓦 都想去日本 本島對不對 本島 對 我跟各位說齁 去沃吉拉瓦搭飛機只要四十分鐘就好 對啊 市長文青有一點像什麼你知道 我從這邊開到台北市要一個多小時呢 那我四十分鐘可以到日本去 我要去日本還是去台北好 嗯 而且他是機票來回三千塊 那三千塊你說貴也貴便宜也便宜啦 OK齁 所以假設經濟能力可以 我們就把 要去日本的一年 比如說去日本一趟車兩萬多三萬多對不對 對吧 你把它分成 分成好幾等份 你去日本次數是變多了 對對 他給我的idea我才想說原來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只要你能做對了 你就可以跟日本多交流 那講日文機會就越來越多 好這樣懂我意思嗎 嗯 懂 可以齁 謝謝老師 威美謝謝你 好謝謝你 OK 好那各位我們往下看一下喔 來這些就是我們的綜合句子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齁 然後呢我們來看一些比較好玩的句子齁 第七句來 你會來第七句這邊幫我看一下好不好 往下面折一眼第七句這邊齁 好 嗯 我們所有的句子都是要先把助詞先畫出來 再來看他講了什麼東西 好 那你現在幫我翻譯一下好嗎 有沒有字看不懂的 嗯 我只要翻譯喔 我不要日文齁 我要翻譯就好了 來 不要念齁 我們不要太多念齁 月末是什麼 月末 你覺得月末是什麼這樣就好了 你只要告訴我 就是喔我知道 在月底 嘿然後呢 通常沒有錢 是的 看助詞 朋友 不對 對象你不能先翻 嘿嘿 不要去念日文 不要念他 嗯 把電話給朋友 是的 然後 借 借朋友 沒有沒有沒有 朋友是被省略掉的 喔對 借三千塊 對 所以他到底跟誰借 還是他借人家還是他跟人家借 對 他跟人家借 對 我就算沒有東木大吉 你可不可以看得懂呢 可以 因為上面有 是的 但為什麼我給你東木大吉 你反而翻錯呢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呵呵 對 好 再快速的幫我翻譯一次來 嗯 月底 通常沒有錢 嗯 打電話給朋友 呃 跟朋友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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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了 林輝先生 有錢嗎? 是 沒有 沒有 我不行,不能這樣回答 我問他你有錢嗎?是啊,我沒有錢 不對,是不,我沒有錢才是對的 好,再清楚我問你喔 你月底平常會有錢嗎? 沒 我沒有錢 對不對? 不是跟不是答錯了 聽懂的意思嗎? 要 語言喔 你用中文回答啊,你平常有錢嗎? 月底平常有錢嗎? 沒有錢 對,不沒有錢 對不對? 不要用日文思考 用中文思考 不沒有錢,還是是沒有錢,哪一種 是沒有錢 對,這樣才是對的,OK嗎? 嗯哼 這樣可以齁 好 來,第八句幫我翻譯下來 不要念日文喔,看住詞 朋友沒有錢 朋友沒有錢 嗯哼 看清楚 沒有跟你 沒有東西不要亂翻喔,不要亂加喔 嗯 嗯 跟朋友借三千 不對,借給朋友三千塊 喔對 他就沒有錢啊 你又跟他捉錢不太奇怪嗎? 哈哈哈哈 哈哈 你很沒錢 我跟你說喔 開始 是跟朋友 跟誰借 對 OK齁,好 真的 然後 我月底齁,我在算說 我過年花了多少錢 喔,我的媽 過年花好多錢喔 對啊 大家都這樣 不是,我花的超多的 因為我媽又去住院 又花了二三十萬 我的媽又算 喔,那錢怎麼好多錢 對啊 住院就這樣 我媽這樣住院 請就花了我二十幾萬 我的天啊 怎麼都自費 不是 工費 健保有出 但健保出不了就要自己出了 對 那脊椎的東西一些 自負額好高喔 對 但是這個省不了 這個省不了 我就跟媽媽說 沒關係 人家什麼都沒有 錢也沒有 但我會想辦法 我有孝順的兒子 沒有,不孝順不孝順 你再讓老媽擔心 這不叫孝順 那想辦法 靠腰再擠 先刷卡再說 然後到最後之前說 哇,怎麼那麼多錢 一說 喔,天啊,二十幾萬 完蛋了 趕快去營養說 欸,幹嘛他怎麼被擠付款喔 是還好 有一部分我之前 我只有保險是 我幫媽媽處理掉 不然那個金額會更高 那金額會更高 因為脊椎這個東西 一旦開進去 所有東西基本上都是自費居多 喔,對的 喔,那個脊椎一開到 哇,如果沒有 我那個還有一些保險 大概有幫我付了十幾萬 不然沒有要四十幾萬 我的天啊 我又買十支十付 那當年我做保險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這種 並沒有這種概念 這是最近幾年才有的 當年我做保險的時候 十支十付的概念就是 鑽營都好 沒人可以十支十付 當年啊 對 近幾年才有這種十支十付的概念啊 對啊 像那時候去問 喔,我媽那時候換一個關節二十幾萬 很誇張 好,所以不要跟我借錢喔 好,這樣第八句可不可以看得懂呢 可以 可以喔,好來,謝謝你 OK 好來,Wendy來 Wendy來 一樣齁,所有的註詞我先賣框起來 不要急著告訴我是什麼 你先看一下註詞 心中有得急之後再告訴我 來 好來 Wendy來 下個月 和家人 搭新幹線去高雄 今天下午 在車站買車票 會很難嗎 不會 不會喔 你有沒有發現我所有的註詞都是從後面往前翻的 對 只要這個原則保持住了 你絕對不會錯 但是 如果你歐八條 你知道齁 好,比如說本來這個要前翻 你就說跟家人下個月 這就錯掉了 嗯 你說跟家人搭新幹線 下個月要去高雄 我也說你錯 為什麼 你沒有按照文證的順序來啊 嗯 這樣懂得意思嗎 那如果按照這樣講 我可不可以把下個月拉到這邊來 是不是喔 是不是也可以 嗯 對吧齁 所以讓我告訴你我們的文章就是 時間 主持 對象 再來動作對不對 好 當初也有跟你說 時間跟主持可不可以對調 可以 所以我沒有說一定要這樣做 只是這樣子你比較不會混亂 嗯 那以後文章會按照我這順序來嗎 不會 不會,但是你已經知道說 看到住持就是從後面往前翻 所以你就不會混亂了 這樣OK嗎 OK 可以齁,好 來,那文章幫我唸一下吧 麻煩你 來月子 加速度 新幹線 的 大 我來,我來,我去買 我去買 我去買 今天晚上 我去買 我去買 我買 因為你不知道高雄怎麼唸 所以你剛才不會唸 叫做高雄 高雄 所以我要帶你去一次日本的高雄 那你猜一下來 在日本高雄在哪裡 這個我在5月9號去的時候 我會直播會問喔 在警讀 在警讀 對,這不行 這裡其他沒來上課 阿貓奧口可能也會不行 這樣不行 好啦,開玩笑 不是阿貓奧口啦 所以你確定是5月9號 我現在5月9號確定是要去日本的 偷偷給你看一下 偷偷給你看 我跟那個學生 已經跟那個 呃 那個什麼 等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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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給你看一下齁 欸 最近機構是開了啦 在哪裡 在哪裡 在這個嗎 好啦 讓你看一下喔 我的名字出現在上面囉 嗯 我的名字有沒有看到 政治界 嘿嘿 你看到齁 然後5月9號出發 確實也在開機票了 嗯 那13號回來 啊我工作的時間好像是 欸 11、12在工作 11、12在工作 啊90我就自由行 嗯 欸 90前我要自己出 住宿我要自己出 機票都看他的 看另外一個學生 因為他請我幫他去 呃 展覽會幫他翻譯 那本來 他只提供兩天我去 我說那你可不可以把我機票改五天 他說幹嘛 我要去玩 我要去實地那個什麼 呃 那個什麼 限定 限定 灘灘策 沒有 那個什麼 欸實習有沒有 不是去玩 他說那住宿他自己出 我說好沒關係 所以我就跟他達成協議 我去協助他做兩天 那三天我錢我自己出 嗯 其中一天會幫大家去大阪的那個什麼 Outlet去購物喔 其實是我購物喔 我順便幫你們帶貨而已 OK 嗯 我會準備兩個大卡帆去喔 一定要記住我問你什麼話 齁 然後我就問你說來 高雄在日本的哪裡 快說 聽歌 哈哈哈哈 好來 高雄怎麼唸 Takao Takao 日本真的有個京都 不是 日本真的有個高雄在京都那邊喔 我為什麼沒注意 你沒注意 因為他太小了 之前前兩年有一個議員很好笑喔 你去看新聞 高雄為什麼叫高雄 叫做又高又窮 結果被人家笑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 不是所有議員都有讀書的 我們講真的 議員不是讀書才可以上 你知道嗎 嗯 錢多也可以啦 人氣好也可以啦 對不對 對吧 對 沒有錯齁 好 所以那個議員就不知道高雄怎麼來 又高又窮 你要是跟他說不是 高雄是因為 日本當初殖民台灣的時候 發現這個地方跟他的家鄉很像 所以才把高雄起名叫高雄 嗯 台北不是又台又北嗎 對不對 就這樣講 我說不能罵人家議員 不一定每個人都像你讀書那麼多啊 嗯 開玩笑 好來 這樣可不可以看得懂了 可以 所以記住 所有文章就是住詞 那我們後面在學什麼 就慢慢越來越多 學一些副詞進來了 好 比如說像這個 有印象是什麼意思嗎 我忘了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我們慢慢會再跟你解釋一下 好來 後面我們要教你很多的副詞 就在87的這邊 對 對 墨叫做已經 對不對 其實它還有一個字我沒有補上去 它還有一個字 還有一個字 叫做在 對 已經跟在如何區分呢 在是用在時間 不對 用在數量 對阿 對阿 來 摩一百什麼意思 在一杯 對 不是已經一杯嗎 你懂意思嗎 對 好 那除此以外 它就變成已經 知道可以嗎 嗯 所以當你的 助詞就那幾個而已 就那十幾個而已 沒有 就十幾個 學完之後 我們要學大量的名詞 形容詞 動詞 因為表示很多不一樣的情況 對不對 那副詞再加進來 會讓你的文章更有感覺 那換句話說 副詞就算不會 文章是不會有影響的 對 好 記得副詞不會影響文章的結構 就是不會放它就可以了 好 好來 那 這邊 它沒有數量 你不要告訴我 十二點半是數量 十二點半是時間 所以要翻成已經 這樣OK嗎 嗯 來 所以怎麼翻譯來 嗯 已經中午十二點半了 嗯 然後呢 嗯 看出詞 五半 不對 看錯了 還沒吃午飯 沒有 都沒有還沒 是你幻想的 沒吃 來 我幫你放大一點 我幫你放大一點 來 食べましたが 嗯 吃 吃午飯了嗎 對 有沒有 你都亂加詞 是不是就錯掉了 嗯 對吧 可以 那剛才你說呢 他的まだ まだ就是還沒 對不對 對 對 所以就變成不還沒 對不對 對 注意看喔 前面這個你不是 呃 住詞的你 他是一修你的 跟著一修你的 就是一起的意思 嗯 我知道 所以怎麼翻 一起 在 不要翻去 它叫做在 一起在 可以翻餐廳嗎 可以沒關係 都可以沒關係 一起在餐廳吃吧 對 對 為什麼不要 你不能全然給我翻去 因為這裡沒有去嘛 對不對 嗯 好 那我問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就是 呃 一起在餐廳吃飯 跟一起去餐廳吃飯 有沒有什麼 狀況呢 有沒有什麼不行呢 是沒有 對不對 嗯 好 那因為他表達方式不同 所以我堅持告訴你 他一定要這樣翻 可是在規劃的時候 可不可以隨性一點 可以 好 所以 隨性的時候翻譯 跟我現在告訴你 他什麼字翻什麼 兩個是不一樣的 嗯 但我們在表達的時候 是比較隨性的 OK嗎 OK 好 那我現在告訴你 為什麼我堅持不要你翻去餐廳 因為去餐廳的日文有點難 注意看喔 我不解釋 我讓你看看結果 變成這樣子 那我假設你不懂 其一個為什麼 你怎麼堅持不見 你又多個 對不對 嗯 那前面還有一個 你就會混亂了 所以 這就是去餐廳吃的文法 沒有很難 只是你沒有 假設我們沒有學過 你可能不會 所以我不要你用 去餐廳吃 因為去餐廳吃的日文 有點難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什麼 嗯 在餐廳吃 比較簡單 好 這樣懂意思嗎 懂 好可以喔 來那這邊 第十題幫我唸一下 來 好 第十題幫我唸一下 來 先幫我翻不要念日文齁 對 不要懷疑 在 google meet 好 你把google meet 當作地點翻作在對不對 對吧 對 那google meet 是這種地點嗎 不是耶 它是一個軟體對不對 對 所以它不是翻地點 它翻什麼 用嗎 用嗎 對 手段方式 這樣你可不可以理解的 嗯 現在我們要去 懂很 看很多的例句就是 這個day 到底翻什麼 我們要多看幾次 都看不同的句子 你就知道說 原來google meet 它是個軟體 不講沒有人知道嗎 嗯 像我之前跟學生 我們在google meet上課喔 是google meet在哪裡 在台北市嗎 呵呵呵 我的錯 我的錯 這不是學生問題 是我改的名字喔 所以 這個是不是很合理的現象 嗯 喔沒有啦 google meet是個軟體 喔是喔 怎麼用 這樣你懂意思了嗎 懂 這就是學習的經驗 所以我們才知道 因為google meet 是要用手段方式的 所以用google meet 然後呢 像Kevin老師學日文 這樣可以看得懂了嗎 嗯 可以沒問題 好來日文怎麼唸呢 google meet で Kevin先生に 日本語を習います 這樣可以看得懂嗎 嗯 好最後句12句 你幫我唸日文 不要幫我翻譯 來 嗯 日本語 哇 欸 唸日文喔 對幫我唸日文就好了來 日本語 哇 すごい ですね 嗯 因為 私はまだ まだです 好來怎麼翻譯 日文 很厲害耶 嗯 我 還沒喔 還沒還沒 對不對 好 還沒還沒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對 日文 日本人是這樣講話 你要先接受 日本人是這樣講話 台灣人不是這樣講話 所以我們先翻譯它原本的意思就是不 我還沒還沒 好 那理解之後可不可以用我們台灣人講話的習慣去把它翻譯出來 就是 不 不 然後嗎 突然覺得好奇怪 喔 不怎麼樣 沒有啦 喔 沒有啦可不可以 可以啦我沒有啦可不可以 可以 好 那這是一個 沒有跟人家做生意 在跟好朋友講話的方式 當我們現在在講做生意的時候 可以講 啊沒有啦 可以這樣講話嗎 不會 好看人 看人 OK齁 假設對面是一個臉臭的要死的郭台銘的時候 你跟他說還沒他會不會臉色更臭 會 會 因為他是霸主嘛 他是總裁有霸氣嘛 所以你不會說還沒有啦 那應該怎麼講會比較好 嗯 這就是商業中文 商業中文會 你商業日文才會喔 那要怎麼講 嗯 我還不到家啦 我沒有那麼厲害啦 我還在努力學習 嗯 這樣OK嗎 喔OK 可以齁 這就是商業中文 OK嗎 嗯 那每個人的商業能力就不一樣 像我比較屬於喜歡開玩笑風趣型的 郭台銘在我面前說 沒有啦 中文我沒那麼厲害啦 夢偏吃偏吃而已啦 我可以這樣敢跟他講話喔 嗯 那郭台銘會生氣嗎 其實不會啦 應該不會對不對 所以我會去抓他的 可以接受的那個邊緣 去摸他的那個底線 我的個性會這樣子喔 嗯 不然我很難跟他溝通 他如果用霸氣 一直扒在我身上 我話都不敢講 有沒有 發抖就不行了 有沒有 用錢丟死了 不是啦 他不會這樣做啦 好 所以 いえわまだまだです 是一個很棒的商業日文 這樣懂了嗎 嗯 所以當人家誇你的時候 你要用 讓人家覺得你日文很棒耶 就這樣回答 來怎麼說 いえわたしはまだまだです 然後再裝一下日本這樣 いえわたしはまだまだです 好 來裝一下啦 哈哈哈哈 來 記起了記起了 記起了 いえわたしはまだまだです 對 裝那個腔調 你就是標準的日本人了 然後等下跟我講一串 我又要面帶微笑 對對對 你看我現在都裝得聽 日本語はすごいですね いえわたしはまだまだです 好 裝給你聽齁 這樣用粗陋人說 日本語はすごいですね いえわたしはまだまだです 哈哈哈哈 是不一樣對不對 對 所以你只要會裝 ゲイセン 我覺得ゲイセン在日文佔了很大的一個因素 日文要好聽 日本語はすごいですね いえわたしはまだまだです 好 OK 當你不認識我的時候 我這樣跟你講話 你覺得我日文很厲害 當你認識我的時候 聽到我這樣講日文的時候 老師 今日怪怪的 蛤 哈哈哈哈 阿對 還要講一件事 好 我時間快結束了 我講得很好笑 我今天跑去那個Costco有沒有 那我在Costco 其實都跟我老婆講日文 出門啦 因為我要訓練她的體力 因為她很久沒講日文了 所以我就跟她對話 那我就對她對著電話說 ねねね あと何を買いだいですか 你還想買什麼 ねねね 我在學校これ買いだい これ買いだい 我就跟她講 突然就跟我說 Kevin先生 我嚇到你知道嗎 我問你一下哪 他說 喔 我在地賽 我看你在教日文 喔是喔 我到我旁邊笑你知道嗎 欸 你知道我在中壢Costco 就遇到我的粉絲 喔 開心又嚇死 你知道嗎 因為前一分鐘我才跟那個服務員回 你知道嗎 阿當奧客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我沒到我跟他回而已 你知道嗎 我老婆說 叫你出門不好 這樣亂講 你看 紅鴨跳喔 哈哈 結果兩夫妻跑來跟我打招呼 好 所以你看喔 我平常講話的方式 跟我實際上外面是不一樣 對不對 但講日文的時候 一定要給那個腔調 一旦你假裝 你的日文就很棒 嗯 所以你如果外面看到我的時候 不要嚇我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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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現在說我打招呼 OK嗎 好 OK好 我也謝謝你 OK 好的 好來 彙珠來 彙珠到這邊的話 你看住詞有沒有看得比較有感覺的 從剛剛到現在 有 有齁 所以記住喔 所有日文都是透過住詞來看喔 這樣OK嗎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